Scaner,當然這個地方有一個Scaner版本 那我們剛剛只是說把原來的這個類別複製一次 再貼上一次,它就會有第二個類別 就是它的版本控制 那裡面我們只有增加了Scaner 然後它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先Import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使用那個一個類別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你要先知道有這個東西 它這個功能大概是怎樣 所以怎麼找 你可以到那個Java裡面去找找看有沒有類似需求的這個類別 然後要怎麼實體化 先宣告它 再去New它 然後呢 New它之後要怎麼去引用我們外部的鍵盤動作 就System in 然後讀進來之後的話 也許前面你可以開頭 然後再去丟給半徑 再去產生一個什麼呢 平方有沒有 然後算出它的那個 那個面積就把它輸出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把它執行過 那你可以發現請輸入半徑 輸入一個半徑之後按Enter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輸入的部分 是把它改成Scaner 但是基本上 也許你還有其他其他方法 如果以後你在Enjoy裡面 就Enjoy的輸入介面 那又不一樣 所以你要改的部分就是輸入介面 跟輸出介面不同而已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我還習慣 就是因為用Scaner 配合那個System out 其實它就是在Console 這個Console裡面去做輸出 可是有的時候你在 就是在Windows環境下 Windows 假設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給人家一個Windows環境 因為如果要給人家Run的話 基本上在Console裡面是不OK的 所以通常我會改一下 可能再改一個版本吧 叫什麼Joption Pen的版本 這個Joption Pen 實際上它是隸屬於那個什麼 Swing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的話 我覺得還蠻好用 不過它不是Java 它是JavaX 這個大的 X應該 我的理解應該是Eten 就是延伸的一些韓式庫 那裡面有個Swing Joption Pen的一個類別 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其實它這邊有相關的描述 就是說它實際上就是會自動跳出一些 相關的介面讓你去使用 你不用去做那個視窗的設計 但是它有視窗設計的效果 我执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會跳出一個什麼 請輸入數字 而且將來這個你做的這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打包丟給人家 人家也可以用 OK 而且無論是Windows版 Linus版 跟Mac版 只要它有裝 就是Java的環境 就可以run得起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這個 但Scaner可能會有問題 Scaner 除非你是一個Console Console可能互動性就會有問題 OK 那所以我們怎麼 這個地方我一定要輸入一個8好了 按一個確定 它也會自動幫我Print出來 OK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地方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改成J Option Pen的版本吧 那怎麼改 基本上一樣 其實你把那個 也許你把Scaner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一樣Copy 然後呢貼上的時候呢 把它後面加上呢 這個後面改一下 這個叫J 它叫J Option Pen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全 這個去背它啦 因為將來 就是你自己 這個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就是大概打一下 J Option Pen 因為我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名稱了 所以我改成2好了 OK 那需要改哪些地方 我把這個J Option Pen打開來 基本上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地方 改成這個Java X 裡面的這個大的韓式庫裡面的點 Swin 你打一個SW Swin Swin裡面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你名稱記不記不記還沒關係 點下去 你打一個J 不過它這個 這個有點怪怪 它不會往下 所以我們必須手動往下拉 然後各位可以找到一個J Option Pen 快到了 在這裡 這個 OK 那這個它能做什麼 這樣相關說明 它有助於方便彈出要求的標準對話框 反正重點是對話框 OK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引用這個東西來做 我覺得它對於那個視窗設計會比較有幫助 OK 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 因為我沒有引用 所以這一行呢 就把它註解掉 Ctrl加一個斜線 Ctrl斜線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本來這邊會有個潛輸入半徑 對不對 這一行其實也可以把它註解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不是用那些 而是從哪邊呢 從那個J Option Pen裡面呢 取得我們要的資料 那J Option Pen怎麼使用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從那個J Option Pen裡面呢 讀取的話 其實就是J Option Pen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Show Input Dialogue 後面的話呢 就是請輸入數字 所以你就可以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引用了它 那特別是因為它是一個就是 Dialogue 所以這邊的話它不需要實體化 它不需要new 直接可以拿來用 所以我直接拿它來用 所以我直接拿它來用 那怎麼使用它呢 直接什麼 J Option Pen 點 點下去之後你打一個Show 那我要Show什麼東西 其實你會發現它有很多Dialogue 有Conform啊 什麼什麼 我需要的是一個Input Dialogue 所以你就是打一個Show 往下找有沒有Input Dialogue 有有沒有 那它Input Dialogue有好幾種 那我們選擇第一種就好了 最簡單的OK 就是一個Message 那做什麼事呢 把中間的字串加進去 就是什麼 就是告訴它說 請輸入半徑喔 OK 那結束一個分號 但是你會發現 它怎麼還是有錯誤訊息 實際上 因為它丟回來的東西 是什麼 是一個String 有沒有發現 它丟回來是一個String 可是呢 我前面接的是什麼 全面接的是一個 我們宣告成Double 有沒有 半徑的話 我宣告的資料型態是Double 你丟過來的是String 可是我裡面只能裝Double 所以怎麼辦 轉型不就好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 我就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它丟過來String的轉型 那怎麼轉型 我這邊宣告成Double 所以我就需要把它轉成Double 四串過來的東西轉成Double 然後再丟進去 那怎麼轉成Double呢 幾個方法來 不就強制轉型 不就是用什麼 假設我要轉Double 那你就打一個大寫Double 這個是Double的類別 它裡面有一個點什麼呢 點PassDouble PassDouble Enter一下 這別注意 上禮拜 因為我常用的是PassDouble 另外有一個是ValueOf 上禮拜 其實我看一下 基本上是 如果你後面假如不是自串 那你用PassDouble PassDouble PassIn都OK 可是如果你後面不是String的話 不是自串的話 那你就要用ValueOf ValueOf跟Pass開頭的 差別是Pass開頭的 後面的型態只能夠是什麼 只能夠是一個String 有沒有 這邊有個講String 但是ValueOf不一定是String OK 所以你轉型的東西 假設你來源是String的話 那我們就用PassDouble OK 然後把它點兩下 那Delete掉 然後後面的話 再後括弧一下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沒有錯誤了 就是它會幫我把 使用者Key的字 本來Key的一個是文字 當然你看到是數字 可是它實際上接收到的是一個文字 那要丟給前面的變數去接收 所以必須要轉型 OK 那轉型之後的話再丟過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 這邊按OK 然後呢會跳出這個東西 請輸入半徑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輸入一個半徑 假設輸入9 按確定 它一樣呢會把這邊接收到 那這個9 本來它接收到的是一個 其實雖然你看到是這個9 不過過來應該是這個有雙引號 那你丟過來不行 它幫你轉過去 變成9.0 因為Double 9.0 然後丟給它 OK 它轉過來對不對 然後丟給它 它再接收到 它才可以接 不然的話 你給它一個Stream 它不能接 然後再到這邊去做什麼 去乘 幾次方 比如9的2次方 再乘上那個π 那結果就是它的面積 所以最後的結果按確定 它會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Council OK 這邊出來 結果是這樣 那可以理解了 所以請各位再改一個版本 那未來我們很多練習 其實也都會改成那個JR-Campaign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的 但是還是有個漏點 就是 你剛剛明明輸出 輸入的地方不在Council 可是呢 欸 輸出的地方 還是在Council 感覺好像只做一半 那是不是說我將來 欸 輸出跳出來的東西呢 不要在Council 而是在視窗 那怎麼辦 其實JR-Campaign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對話方塊 就是把它Show什麼 Show 不是Input 而是Message 就是跳出不是Input 是跳出那個訊息 欸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互動了 而且不用畫表 不用畫那個 我們的那個視窗的表單 就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等一下再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最後要先Pen 來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一樣喔 如果你這個 假如說你來不及其 沒有關係啦 我會把那個 最後我做完的畫面喔 的程式嘛 一樣會 再幫各位轉貼到 那個雲端上面的那個 現在把它貼上去喔 那你們可能大概 再隔個一兩秒鐘吧 欸 它雲端上面就會顯 因為雲端上會同步了喔 那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要不要放在什麼 那個 那個 GitHub裡面啦 不過我發現 好像放這裡會比較簡單 因為那個東西 殺機不用牛刀啦 喔 貼這邊好像比較簡單一些 如果你貼到那個 GitHub好像 反而裡面要開 更不方便 因為我必須變成一個 一個個的Class喔 那直接貼到 如果你需要 你就直接去 雲端上面喔 去去 去找一下 我是把它貼到Scanner類別下方喔 我是把它貼到Scanner類別下方喔 謝謝 謝謝